斯洛伐克國會參加布拉提斯拉瓦省聯合 訪問團結論十個人 在驚訝一頭早在達訪問機場 由外交部處長曾經接見 以及在臺灣要來親近五天的訪問行程 這期斯洛伐克國會會議長 勞倫企客 參加國會議員 跟布拉提斯拉瓦省的 生長十個人訪問團 在當年航班的班機 到訪問國際機場 因19位就在統計努比告國兵門發表檔會 在今年12月 斯洛伐克經濟部處長 創團訪問台灣了 斯洛伐克這邊訪問台灣 能從斯洛伐克代表 李蘭明亞北東訪問團來 外交部政府處長 曾經臨代表接機 向方向的推動 和國會和下期交流 並且進化兩國 進步和國際 定國定義的合作關係 即便宏盟團包括 外交國、國鴻在警戒 和澳洲四部市議委員會 跨東派國會議員 中衛會國總統蔡英文 已經一定受盡腔 外交部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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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澳洲四季 有台修作的組織 表達他對 進化台修關係 共憲 相互要簽署 台修、民修、 零修和雄修 修法合作協議 一家綜合不獨